迈入第22年的技嘉商量爱心捐血活动 今年同样在农历年前登场 总共在技嘉科技总部与矽谷园区二旗等地点设置捐血车 号召企业同仁与附近公司航号还有民众共同响应 技嘉教育基金会副执行长周立华表示 捐血活动主要是为了协助储备过年期间的医疗用血 让有需要的病患可以安心过年 可能春节期间也是有人需要到医院去 所以技嘉我们自从22年前就一直都办理 在过年前特别办理这个捐血活动 邀大家一起来捐同仁来就是爱心捐血迎新年这样子 由于最近新冠与流感等疫情升温 因此今年的捐血活动特别采取预约时段方式 避免人潮群聚 而技嘉科技同仁陆续依照时间来到捐血车捐血 捐血也可以帮助申请带还新旧的协议这样子 然后同时还可以帮助社会这样子 护士叫我来捐 刚才说最近比较缺 对 那公司办这样的捐血活动对你来说有没有比较方便 很方便啊 对啊 就在楼下而已 对啊对啊 他还可以预约时段 就比较不用排 由于再过不久就是农历新年 因此技嘉科技也邀请了此技之工 来到现场挥号写春联 红色春联画上今年的生肖龙 以及象征喜气招财的花鸟等图案 并提上解像画深受大家喜爱 周丽华执行长表示 除了春联 技嘉科技与赞助单位 也准备了小农友金米等丰富礼品 感谢捐血人的爱心 这场捐血活动不仅为过年期间的用血 提供充足的支援 更凝聚了社会上的力量 为即将到来的农年 开启一个充满爱与关怀的新篇章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道